下泡湯新時尚的溫泉美食料理 Model和廚師端出溫泉美食為台中觀光旅遊局所舉辦的下泡湯新時尚活動解開序幕 7月29號率先登場的是在大坑地區所舉辦的劍走泡湯吃美食活動 在7月29號以及8月5號這兩天是在我們大坑地區舉辦那個健行活動 那健行完了以後呢順便泡個湯 事實上可以促進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血液的循環可以養顏美容 遵循古早的一個控油的那種方法 它的時間要最起碼要有兩個燜兩個小時 這個湯汁才會在裡面整個融合在這整支融日整支機的一個口感 味道都完全保留在整支機裡面 7月29號和8月5號的活動都在大坑舉辦 接著8月11號活動將移世到谷關地區 準備在當天舉辦一場搖滾鼓關風音樂的活動 我們在現場有做一些原住民的手工藝品的展示 以及現場的一些農特產品的展示 以及一些原住民的歌舞的表演 那另外在當天的晚上我們舉辦的搖滾音樂會 主要是由秀蘭瑪雅北原三貓 以及裡面的整個知名音樂來擔當演出 希望整個活動能夠讓民眾有不一樣的一個體驗跟感受 這幾家有溫泉標章的飯店他們推出了一個一元泡湯 也就是每天前10位進場的這個消費者都可以享受一元泡湯 我想這個是鼓勵說所有我們遊客可以在夏天 利用這個溫泉來做養生排毒的一個動作 兩場活動傳聯起大坑和鼓關的溫泉業者 共同推動夏日泡湯 要讓台中的溫泉商機能夠擴展一整年 記者裡講台中踩不到